資策會鼓勵員工去幫一般的企業 不管福島成立新公司Spin-off 這個都是正常的 資策會也允許員工去外面兼職 這大家先講清楚 好 那資策會昨天說高宏安是不當兼職 資策會要求員工去兼職的時候 要上網去申請 這是很早以前的規定 現在高宏安跨過這個2014到2017的這段時間 他的兼職資策會清不清楚 他今天抓了三個人出來 其中有一個人 就他當時的這一位組長 叫做閻君泰 閻君泰現在是科製的董事長 科製最大的股東叫做陽城科技 陽城科技最大的股東是鴻海 所以現在這一家科製高宏安 鴻海 全部都捲在一起 好 他把這三個人抓出來 然後講了一件事情 說你們都知道我兼職 我跟你說 高宏安你實在很沒意思 職場上沒有人這樣 你今天如果是說 你阿波要請教 你跟你的主管說 我今天身體痛苦 我要請教主管說 好 你身體不舒服 你先回去 主管不一定會叫你真的去請教 現在你去讓人抓到 你請教前走去一條去讓人抓到 你說 欸 我有跟我的主管說 問題公司的紀錄裡面就沒有了 你現在要跟那個主管叫來說 欸 我有跟你說喔 欸 這很沒江湖道義的 第二 他說他沒領科製的薪水 他用的字很精準喔 叫做薪水 對 那他有沒有領其他的錢 哦 資策位 資策位 他從這幾頭上 我並沒有領取科製企業的薪水 我們個人在報綜合所得稅的時候 個人的薪資有幾種 要報所得有幾種 因為我們叫做盈利所得 我投資公司會不會有所得 會 我用公司 高宏安 你有沒有投資公司 這家公司跟科製領的錢 這第一個 你有沒有領 在科製領執行業務所得 像我們大家上節目 有這種什麼終點費 什麼費 通告費啊 這都不是薪水哦 因為三立沒辦法報勞健保哦 所以高宏安 你的勞健保 沒有在科製 沒有錯 你的勞健保在資策位 所以你說沒領薪水 你有沒有去領資策位的終點 這個科製的終點費 你有沒有請領他的顧問費 你有沒有領他的獎金 津貼補助款 有沒有 如果沒有請你出事2014到2017年 你的個人所得申報 裡面有沒有科製有一塊錢 你不要再玩文字遊戲 你以為你很聰明 我比你更聰明啦 你也很聰明 保薪水 你一直強調薪水這兩個字 然後你把這些人抓出來 然後這些人現在要怎麼辦呢 當時他的抓出來的第二個人 就是裡面的所謂的所長 是誰 是現在資策會的副執行長 資策會的執行長 佐政人 佐政人都已經講說 你不當兼職了 現在換人要講話了 資策會的副執行長 當時高宏安的研究所的 這個所長也必須講話 高宏安你這一把下來 我覺得你的事得很慘 第一 你市長選不住 第二 資策會把你割 割你違反著咒權 說告你侵權 第三資策會 已經把辛辛納體減棄你的博士論文 而且要求辛辛納體 必須把這個博士論文測下來 因為裡面的這個智慧財產權 是資策會 所以你的三書呢 然後你以為你很聰明嗎 你以為你這樣子兼職 好啦 我跟你講 現在年輕人要兼職很多 大家都想要兼職 問題是你要照幾季來 每一間公司 每一間學校 每一個制度都有它可以兼職 不能兼職的規定 最重要的 你現在還有科製的投資呢 你的財產申報裡頭 你投資了165萬未上市的股票 你正期才會比多少錢 而且現在科製的最大股東的 最大股東就是鴻海 你都沒有解釋 你都沒有 你說鴻海嫌我無關 抱歉 你出現在政壇之前 你就是鴻海 所以這一連串綁在一起 我說高鴻海你這一次跑不掉了 真的跑不掉了 然後你可能會三輸 然後你不要這樣子搞 你被人家這樣子檢舉之後 哇 你們這個民眾黨 你也太狠 早期來資冊會網站 一天賦評 很少人去 資冊會的網站 然後現在是怎樣 1.2顆星 我跟你講資冊會網站 原來這個5顆星 沒有人會去資冊會網站 處理這個東西 通常會有新興的都是餐廳嘛 資冊會員沒有要做生意 他0顆星又怎麼樣 對 結果瞬間都給1分 所以他現在平均變成1點多 你們有去資冊會網站評分鍋 你去資冊會網站評分鍋 要做什麼 然後現在這一種 安裝Uber 高鴻安的保衛叫 紅衛兵去甘部這次 資冊會1800的員工 然後這些員工 新竹市民你們看得下去 高鴻安搞這種事情嗎 你講到說洗到變成1.2顆星 這個部分 來 敬平哥 我們講紅衛兵出征 因為過去班班可考 包括你本人 你也曾經在節目上非常氣憤 因為你也被出征過 對不對 那我們看 他們很厲害 除了之前有那個新竹媽媽 痘痘之外 還有什麼 包括他們在網路上在散播說 他們去肉搜卓正宏 對 然後就說 這一個常常記者去問 或者是立委質詢 去問的這一個資冊會的執行長 卓正宏 他們就去點書他有什麼問題 來 但是紅衛兵說他什麼 說他除了有資冊會執行長的身份之外 也兼職台灣數位科技與政策協進會的理事 還有交集會的董事鐵道技術研究 及驗證中心的董事 台灣未來協會監視文化科技發展協會的常務理事 以及台大資工系兼任的副教授 前前後後說他有兼職七個身份 他說你說高鴻安兼職 你自己不是也有兼職嗎 他說他們是搞錯啦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乍看標題 我還沒有看剛剛這個 貴啊你念了這些兼職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哇 你看卓正宏 你現在也要解釋清楚了 要不然你這樣子會變成那個 我今天在跟那個 我們這個節目職貨單位在 講電話的時候我也跟他講說 這樣子 自社會會變成有雙重標誌 說不夠過去啦 對 因為你現在講說高鴻安 這個因為你提刑事自訴 表示剛剛益川兄提的那些問題 對 高鴻安你解釋不清 你沒有白紙黑字的東西 我說我去兼職是我的主管 這個王益川同意我去的 可是事後王益川如果調職或是高升了 我們口說無憑 不是說戒句或是例句 總是有白紙黑字有一個公文 我有保障他也安心 將來我怎麼樣 人家質疑我 或是我升官了 或者是我調職了 我有一指的這個保障 就是我是獲得主管同意 然後自社會這樣認為 所以我認為他只是出示一個email 沒有那個東西 你的立場利潤會很薄弱 所以你的東西會講不清楚 那當今天卓正宏被彈出來這個時候 這個紅衛兵很會去漏收 說出來他有這些兼職身份的時候 讓大家一開始不知道說他在講什麼 我以為是說 是不是他在外面跟高鴻安當時 客製公司或是什麼客製 類似民間企業去兼職 如果今天那個企業 他這個每一個都是那種NGO 非營利的 非營利組織的董事 聊不起就是社團 因為你看他都是什麼理事 常務理事 還有一個兼任副教授 很多的政界都在這個學校教書 其實在學校教書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榮譽值 就像這個張宇曹老師 他們都會在學校教書 還有包括許維智教授 可能在哪裡任職 但是會在學校教書 我覺得這是常常會被同意的事情 但是那一些協會或是NGO的組織 你去開會沒有車馬費 有些協會已經根本就很窮了 怎麼可能領車馬費領這個 所以他那些協會理監事 我不客氣講 義務值 如果你要他這些兼職都不要 他可能樂得輕鬆 其實他是做公益的 真的是做公格的 我聽說就是義務值 你多了很多身份 那些身份是怎樣 選舉的時候擺出來很好看 什麼協會理事 什麼協會常務監事 什麼協會常務理事 像1234567 條列式的話 弄起來很好看 卓正宏又不選舉 他那麼多的這個兼職幹嘛 你如果教會都叫做兼職 他要做家長委員會委員的 都會輸下去 那也是兼職喔 還剩下官委會委員的 那也是兼職喔 社區官委會主委都兼職 那如果要兼職的話 在座的這個比方說 委員兼職名嘴嘛 然後換個兼職 50台 51台怎麼說 每一台你要這樣算嗎 很狠的嘛 我說兼不完啦 相兼何太極 而且重點是 卓正宏的兼職 都有申請 而且都董事長批准嘛 差別在這裡嘛 重點那是民間的協會啊 所以我就說 我一開始以為 真的是什麼公司的董事 什麼公司的經理 那如果這樣子又領薪水 像剛剛那個益川 其實講得很清楚 你就以一個勞健保的 收入為標準 因為收入會有扣稅的問題 那這些兼職有沒有扣稅 恐怕不見得吧 所以如果我覺得 要幫剛好安講話沒有關係 你第一我覺得奉獻 剛好安的那個東西 和白紙黑紙 第一我建議他還是拿出來 拿不出來的時候 去質疑人家那個 那個兼職的話 有問題 我會覺得恐怕 我會覺得太薄弱了吧 跟你一樣拿不出東西 一樣利潤基礎非常的薄弱 粉絲 粉絲 雜黄 雜athers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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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